你死在什麼地方啊? 你死成大海 你們找不到的 那我們要怎麼幫你? 幫我照顧她是個小孩 我找點錢給我做利便 幫我找日投胎 幫我找日投胎 我們廢了 騙人 師父他沒有死 他沒有死 李快 李快 李快怎麼了 怎麼了? 你們騙人 你們都騙人啊 李快 李快別跑啊 李快 怎麼了? 回頭,發生什麼事了? 王小牛,她真的死了 誰說的? 林妹當她的魂上來了 我不是叫你們說師父也不要做 等我回來嗎? 大海 被你們氣死了 李快 李快不要再哭了 嗯 再生氣好不好 你知道嗎? 大海以後有做錯事的時候 其實 肥嫂他也是好事啊 想要幫我們的忙 結果他的方法用錯了 你知道嗎? 你已經是長大了 在民視裡了 不要再怪他們了 啊 我真的不要亂幫了 他們每個都是壞的 每個都希望師父死 他們也都知道自己錯了 所以特地叫我回來跟你道歉了 這個世界上面 只有你跟我相信師父不會死 對不對? 可是他們都不知道嘛 明白嗎? 我沒有生你的氣 我知道 但是你也表現到那些氣了 不知道 你先回去啦 你不回去 我也不回去 我們坐在這裡 也找不到師父啊 只要一天沒找到師父 我們是絕對不會搬的 當然囉 你怎麼會這麼想呢? 我怕人家趕我們走 所以 誰要是趕你們走 我跟他們拼了 放心 我可以請個讚 各位 我煮了你鍋麵 趕快趕快來吃了吧 哇 好漂亮 哎呀 七點鐘了 我要走了 好 那我送你出去啊 沒有 欸 希望剛才走嘛 不行喔 我們要吃飯太晚了 坐車子來不及了 對了 珍珍 麻煩你明天請肥嫂 送他們上學 好 不用了啦 我們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沒關係啦 反正肥嫂一樣要送小胖去上學啊 順便嘛 隨便 哎 明天我來找你們喔 不要讓我擔心啊 嗯 知道了 這老師 再見 再見 我打不到你 你們不要我啦 你不要寫我 明天啊 你看啊 我還沒寫完公開 啊 那不要寫 我們一起來玩嘛 對啊 對啊 啊 出來了 有鬼 哪裡有鬼啊 沒有鬼嗎 欸 誰把這幅畫畫到外面的啊 這幅畫到外面的啊 這幅畫到外面的啊 你說吧 再說一遍 告訴你,不要亂講話,我再告訴你一遍,是否他沒有死,懂不懂? 你快,你要去哪裡? 你不要跟著我,我去找師父 天大氣大,你要去哪裡找? 對啊,我們等他自己回來 你不要管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不管他在哪裡,我一定要把他找出來 這個家又閃了,明白嗎? 你快說,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你走了這個家,還真的會閃 你不會走,我們怎麼會閃呢? 哥哥,我只是陪你姐姐做主 你不要走,你真的沒事的 你們是真傻還是假傻? 聽姐姐是菩薩嗎? 我讓他覺得我們拖累他的時候 其他人 其他人就會把我們像啤酒一樣,踢來踢去 最後踢進了顧兒院 你們要在顧兒院裡面,怪什麼? 你快說,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們讓人,拖進了顧兒院 只要我們四個在一起,我都甘願 如果你走了,到外面發生的事情 我們要怎麼辦? 師父又不在 我們不能眼睛地看著你走啊 我不會再說師父死了啦 我不會再說師父死了啦 師傑哥,你夾腳落嘛 快快,你不要走嘛 不要走啊 我們都試過離開這裡 那些苦,我們大家都挨過 那個時候,我們是四個人 可是現在,你就一個人 我知道你很愛師父 我們也很愛他 他如果,真的愛我們的話 他就一定會回來 他不回來 我們四個,就更加要在一起 你自己想清楚 快哥,你不要走嘛 留下來,不要走 快哥 不要哭了 快哥,不要走 走啦 快哥,知道我們懂得照顧自己 我們不用怕北嫂帶我們去上學 我們自己去 走 快哥,我去打熱水給你洗臉 殺手 老闆 Khan 老闆 管什麼不回來了 尋個 學 студ 我只是想要如果小孩 是一個小孩的心 小姐 王小人失蹤多久? 七天了 這七天來小孩子誰照顧? 如果我沒有空的話 我就麻煩珍珍 還有父親的鄰居照顧一下了 我想你們不妨考慮一下 替小孩組織一個家庭 最重要的是 你要让他们对大人恢复自己 知道了 谢谢前傅 我就送到这 主会保证你 谢谢 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前傅的意思 是不是要我们找人来 收留这些小孩 我想是吧 郑小姐 那我们要不要问孤儿院 要不要收回他们呢 不可以 王小牛一天不回来 我都不会让那些孩子们离开那个家的 你们不会明白 他们跟王小牛 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如果说 他真的不会回来的话 我们都要给孩子们一段时间 让他慢慢的淡忘王小牛才对 我明白了 我也明白 我支持你的想法 你们想想看 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那些小朋友用功读书呢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去工作校长 原来他们在学校里 功课很差 那怎么办呢 只要用浮肉计了 等一下呢 我就必然一定要有眼睛里面 哭着求他们好好用功读书哦 行不行啊 不行怎么办 打也不行 妈也怕伤他们自尊心 嗯 妈 我用什么可以帮忙的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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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